第四词 第四词 不要跑 大家回来继续上课 嗨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冥王道的王敬老师 从今天起 我们就要学习到五详图的第四词 叫做他行 他行呢 它是由这个 和 这五个原因 那和这个 这个符音组合而成 发音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边是这个评价名 而这边的是片价名 然后这边的是罗马音 我们看一下罗马音注意一下 这个第二个音和第三个音 它的这个注音 好像跟其他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发音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待会具体会讲到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音 叫做他 大家跟志佳老师来发一下音 好的 我们说这个他的两个单词 我们读一下第一个歌曲 这个歌呢读到歌 唱歌吧 唱歌吧 唱起来 回来回来接着讲课 我们一看第二个假名是读到下 第二个单词下读到下 还记得我们那个呃 还记得我们那个呃是什么意思吗 呃呃呢写成一个上 对不对 呃呃呃呃是上 而下呢是像 好 我们说这个他的写法 大家给我写一下 评价名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很像我们那个十二嘛 对吧 十二 两个汉字 好 下面这个片价名的写法 像西洋的西 一笔 两笔 第三笔 大家在纸上给我写一下 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 他该怎么去速记哈 那么我们说 刚才说了评价名的话呢 他像十二嘛 对不对 十二 十二点了 怎么着啊 这个片价名 你看哈 他像一个夕阳的西 对不对 十二点了 怎么还有夕阳呢 对吧 晚上十二点了 怎么还有太阳呢 天啊 怎么着 天塌了吗 对了哈 我们就可以这样记哈 十二点还有夕阳 天塌了呀 天塌了呀 他 西 是那个平 片价名哈 十二是平价名 你记住一个假名了吗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七 七 七 注意一下哈 按说哈 它是 特和 一 那个原音组合就是 这样子哈 好像这样发的话就成了 T 了对不对 但注意哈 这个发音啊 注意aya T 了对不对 Cr 就水灭土 注意是 ci ha 所以哈 他的这个卢马音呢 是这样子去著音的啊 然后 这个啊 发音要注意咱们跟志迦老师来发言音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父亲呢,父亲怎么读呢 读着,好,我们说迟到怎么翻译呢 这个迟读着,然后,你会读了吗 好,我们说写法跟他们写呢 大家拿出纸笔哈 首先,评价名一横 然后呢,这样子第二笔,注意一下 好,我们说他的评价名写法 然后,这样子写着 然后,再是一横,再是这样子哈 我们在纸上一起来写一下 好的,这个该怎么去速记呢 我们发挥想象力了 你说这个七的评价名像不像什么 像不像这个一个人跑,跑起来的样子 跑起来这样子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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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怎么呢,跑,他跑着干嘛呢 我们说这个评价名的,像个跑的,然后评价名的 像不像我们这个汉字那个干呢 饼干的干啊,对不对 只不说这个干呢,它是这样子 这最后的一竖呢 它是这样子斜着下来的哈 饼干的干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想啊 怎么说 就饼干出炉了 跑着来吃 跑着来吃 怎么说这个吃呢 咱们可以用港台枪发出来是跑着来吃 跑着来吃 饼干出炉 跑着来吃 干 就是这个评价名 这个跑着的样子哈 是不是就是评价名 跑着来吃 你记住了吗 好的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假名是 第三个假名的是呲 呲的发音也比较古怪 古怪的哪呢 看一下它是这个t本来是t和呲组合 还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是t对不对 但是注意一下它这里呢 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音 读作 这个发音啊 它介于这个 呲和t之间 读作 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想起来那个s那个发音啊 注意一下哈 他不读着s也不读着s而是s s对不对 s 注意一下哈 s s s 好 请芝佳老师给我们来发音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单词 第一个桌子 桌子怎么发音的呢 读着 好 月亮 月亮 不要发成 这个连环夺命长 拍过去 读错了哦 是 不要发成 tsuki或者是tsuki都不对 是tsuki tsuki 好 你会读了吗 好 我们说 它的这个写法哈 评价名的s 很简单啊 就这样子哈 像一个瓶子哈 倒了的瓶子 片面的写法 看一下啊 这样子一 呃 树再这样子 然后再这样子哈 好 我们啊 在纸上来写一下 好的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该怎么去记哈 发挥你的显像力 还是显像力啊 最重要的 那么 呃 这个呢 你看是不是像一个 倒掉的瓶子啊 油瓶子倒掉了 油瓶子倒掉 怎么着呢 呲出了三朵火花 呲 呃 咱们 有这个汉字 对不对 呲 呲出了三朵火花 呃 因为我们说 这个片眼明 是不是 你看 像不像三朵火花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可以这样记了哈 啊 油瓶倒了 嗯 油瓶倒了 油瓶倒了 呲出了三朵油花 呃 油瓶倒了 就是这个呃 瓶甲名 然后三朵油花呢 片甲名 呲 就是他的发音 你记住了吗 好的 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简单呢 是 跟这家老师来发音音 两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呢是地铁 读作 铁呢读作 好 受欢迎有人缘 哇 受欢迎有人缘 像我们这个冥王道的小韩老师 是吧 一直很受欢迎嘛 怎么说呢 叫做 好 你记住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记 那么 大家发挥想象力 说这个 评价名啊 它很像一个什么路人蚁的那个蚁吗 对不对 你看像不像蚁啊 像不像汉子那个蚁 而偏价名的大家看一下 他像那个街头的那个街头的那个什么 骗王不守吗 对吧 这是一个我是演员愤怒的故事 为什么呢 嗯 大家看这个口语啊 老太太被人拉住在大街上掩路人蚁 是她的这个发音嘛 是吧 在大街上 接就是她的片甲名 路人蚁就是她的平甲名 好 你记住了吗 哎呀 被拉住眼路人蚁啊 这个我是演员 我要奋斗啊 好 这个你记住了吗 好 我们再看最后这个假名呢 是 偷 偷 偷 好 咱们请志佳老师带着大家来读一下 偷 偷 偷 嗯 这个 偷的两个单词 时间的时 嗯 他读着啊 と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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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这个翻译是啊 ありが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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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这个と和う 没有把那个 とう 好像发出来是吧 为什么是ありがとう呢 因为这个とう 遇到う的话呢 是一个长音 长音的部分啊 我们也是 放在最后面啊 来讲 现在给你讲 岂不是便宜了 所以要大家认真听课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ow的这个写法哈 评价名写一下 一笔 第二笔 你看一下 好 片价名 一笔 然后第二笔 这样子哈 大家在纸上再给我写一下 好 我们呢 再看一下这个 寄法啊 怎么去寄 嗯 发挥想象力啊 实陈评价名这个tow 看看像不像一个人在掏 什么呢 掏口袋啊 掏口袋 你看这是那只手嘛 然后这是那个口袋嘛 是不是在口袋里掏东西啊 掏什么呢 掏什么呢 他掏的是萝卜 因为你看这个片价名像不像一个波啊 萝卜的波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寄了哈 口袋里掏出了萝卜 tow 这个呢 是这个 呃 tow 这个呢 是这个发音 然后 boh 是片价名 然后口袋里掏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评价名 对吧 记住了吗 嗯 好的 那么 这是他行的五个假名 我们再拿出纸牌啊 跟男人一起来做练习 这个是什么呢 对了 这个是 chi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是什么呢 好 这个呢 是 对了 ta ta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这个刚说了吗 掏出了萝卜 对吧 tow 你记住了吗 好 下面一个 这个呢 再看一下这边 对了 这个是 tsu tsu 注意一下他的发音啊 好 最后一张图 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对了 这个是 mote mote te te 你记住了吗 对了 谢谢大家